我们继续讲这个神性情讲道法 这个图片所讲的 基本上是这样的 我们动力主要是恩典 和珍惜生命 就是说神这么看中我们 我们就珍惜我们生命 这个动力主要的动力 我们遵从神的动力 也是恩典 看这里 然后对成熟的基督徒 相信神的恩典和罪的破坏性 例如我自己 我知道神的恩典都伟大 我知道犯罪的破坏性 所以我不需要不停对自己很多的警告 但我会有警告 我会告诉自己犯罪必有破坏性 所以我们的教导里面应该更多是恩典推动 但对于不悔改的人 就需要更多的律法 警告 他们不知道神的恩典 但同时还是恩典去感动他们改变 我们对他们说 虽然你这样犯罪 但这个罪是很严重的 神不喜悦的 可以带来生命的破坏 神看重你的 神爱你的 神要祝福你 你要不要这个恩典 这个恩典这么伟大 这些还是用恩典主要去动你 但对他来说需要更多律法 让他知道犯罪 破坏你的家庭 破坏你的内心 破坏与神的关系 破坏人对你的信任 每方面都破坏的 让我们知道 所以成熟的基督徒 不需要每一天告诉自己 犯罪很严重 但有些基督徒还是不停的犯罪 例如他们很容易浪费时间 容易说话伤害人 说闲话 负面想法 他就需要用更多律法提醒自己 但同时是恩典推动 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 耶稣对门徒 很多应许 这些都是恩典 都是鼓励 例如他开始的时候 罢福 都是讲到 你信心人有福了 他们必得见神 都是有应许的 鼓励他们 每一方面 为亿受逼迫人有福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 都是应许 他们神的应许 各方面 不要担心 因为神会照顾麻雀 也会照顾你 你为求以先 神已经知道了 你先求神的果和他的意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的 都是有很多应许 鼓励我们的 我所做的事 你们也要做 并且也要做 比较更大的事 就是告诉人 你可以成为伟大的人 而且你为一个小子 将一杯凉水给他 都不能不得赏赐 这是你做最小的 我都欣赏 我都赏赐 这个就是恩典的推动 你发觉圣经 很多很多的恩典的 有些经文 可能在那里 马上没有恩典 但你从整本圣经 都看到 每一样行为 神吩咐我们做的 都是有恩典 就是在旧约圣经 有些以为旧约 没有恩典 其实很多恩典的 也是恩典为主的 这个 出埃及地 二十章 神会讲 这个 十届之前 都讲到 我是约伯 你的神 我从埃及地 拯救你们出来 都是讲到 神的恩典 也说你爱我 我就向你 试词爱 直到千代 都是这些应许 你看到 圣经很多地方 都讲到 神的恩典 以赛亚书一章 是讲到 人的罪的严重性 最严重的一章 圣经 但在十八节 就讲到 你的罪 罪向 树红 必变成血白 就是 这个就是 恩典 推动我们 知道罪的破坏性 但神必定 必定有恩典 推动我们 好了 如果在诫命 律法之下 推动 常常是压力 就好像 你常常告诉孩子 你要读书 你要做什么 做什么 如果你的父母 你的老师 常常都说 你做得不好 你要努力努力 你整天天 好像 噪音 是不是 仇恙 噪音 在旁边噪音 但如果 有人对你说 你很讨贵的 我看到你努力 你在进步 我觉得你将来 要了就好了 你就会 更有信心 其实圣经里面 说很多话 都是说 你们可以有 儿女的心 可以呼叫 阿爸父 你不许 儒仆 你不许 很可怜的 所以这个 被律法 推动和恩典 推动 是不同的 避免 单单告诉 你要祷告 你要顺从前 你要做什么 你不做 神就惩罚你了 你就不得 不得福了 你就显然 不借果子了 我们可以 每样 作为 我们都看到 神的恩典 神早已预备 很多恩典 为了预备 已经写在天上了 当你多亲近神 神就一步一步 当你祷告 祂就改变你 改变你的生命 将祂的性情 放在你的里面 推动你 你就乐意 圣从耶和娃 你就乐意爱主 乐意传福音 神就喜悦你 神要喜悦你 就提升你 所以你亲近神 真的很有果效的 这样鼓励人 是不是更好 圣经也有很多鼓励 很多原因 很多应许 鼓励我们 祷告 尊重神 神都去神改变我们 所以我们会尊重神 你信任耶稣 我很多时候会讲到 圣灵怎样改变我们 信任耶稣 马上就很想传福音 就很想改变 很想告诉家人 耶稣怎么美好 很想对他 善待他们 但有些基督 没有成熟 没有成长 就慢慢吸取 喜乐 出信主的时候 很多基督徒都很喜乐的 很开心 马上改变 但因为犯罪软弱 所以失去这个喜乐的 这个出信主的喜乐 如果我们停留在神的同在 看看神的美善 就欣赏神的美善 就每一天享受神的话 你就继续有动力 你就觉得更终全 就好像走天堂的路 哈哈哈哈 而且如果你相信圣经的话 一杯凉水都不能不得赏赐 你为人学神做什么 你帮助人什么 神都喜悦 我就可以开心 哈哈哈哈 你做人就很开心了 是不是可以这样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动力了 我们所做的 为神所做的 就建造在这个根基上 就是金银宝石 而且是天上的金银宝石 不是地上的 天上的永存的 你每一次帮助人 就永存在天上 永远是你的荣耀 你每一次正宗神 都记念 是不是很美好 我们就用圣经里面 不同的恩典 不同的应许鼓励 我们也可以有律法 告诉他 不正宗神是怎么样 你所做 你很努力做 就是草木和结 有一天都要完全的被火烧了 你想不想你的事风是白费的 你所有奉献可以是白费的 为什么呢 如果你有这个心去骄傲 我骄傲 我奉献比其他更多 神就说你给我的都是草木和结 这样的话就去白做 你想不想这样啊 还是你想神喜欢你啊 还有谁在这里 你奉献愿意 神这样你的奉献都烧了 你喜欢这样吗 所有的奉献神说 啊我不喜悦你 少了 白费 是不是 白费功夫 但如果 你说神啊 你给我这么多恩典 我真心的感谢你 我真心的爱你 不应你 神就很开心了 他就使用你的奉献去祝福人的 你去侍奉神 神很喜悦 为什么 神要拯救很多人呢 很多人 世上 而且很可怜是很多人在教堂里面 世上 他们不知道 信耶稣必有果子 他们信耶稣没有进进神 没有果子 生命是完全的闲 不结果子 口出都是谎言 都是闲话 就浪费生命 这虽然很可怜的 但你去建立他的生命 让他知道他的生命的宝贵 你均从神 神很喜悦 你进进神就有动力 你改变他的生命 神就说 这个人我喜悦 因为你做我心中最想做的事情 他就会给我们能力 动力 恩赐 机会 提升我们的生命 我们在天国里面就是 圣经里面 洗漆录 其中一封信 讲到你们就会做这个殿 这个圣殿的柱子 这个柱子 就是说你是 天国里面最重要的成员 你是 让天国扩大了 因为你是这个圣殿的柱子 不是这个圣殿这个钉子 钉啊 钉子 不是一个钉子 钉子是吗 不是一个钉子 你所做的是柱子 你的生命是柱子 好不好啊 你真是侍奉神 你这是圣殿里面的柱子 阿里 这样是不是很大分别 好了 避免批判人 你做错事了 神要审判你 神不能永远你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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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你啊 我们可以说 神真的赏免你 你悔改 神很乐意赏免你 神就提升你的生命 用恩典推动他悔改 不悔改的话 就好像癌症啊 你喜欢癌症吗 有谁喜欢癌症的 请你举手 你喜欢癌症的话 你就去犯罪 你犯罪了 就好像癌症 影响你的生命 但你说 神啊 我圣服你 神就喜悦 而且是神感动你 你犯罪里面 有这种动力 但你犯罪 是觉得不舒服的 有没有人 你犯罪之后 你觉得很开心的 你觉得不开心 因为圣灵感动你 这是圣灵奇妙的工作 这样的话 我不去批判他 我是让他看到 罪的可怕性 也看到神的恩典 推动他 好了 我们怎样形容 神的属性和恩典 第一 神怎样将这个属性 放在我们里面 例如 神重生我们的时候 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 当我们放下罪 和罪的重担的时候 他就赐平安 喜乐力量 安息 能力在我们里面 就赐一个 也赐给我们 聚会 聪明 这个就是 他将这个属性 放在我们里面 改变我们的生命 然后他激励 我们活出这个属性 激励我们去 爱神 爱人 传福音 每个基督徒都会有的 必定有的 但有些基督徒 因为软弱 没有亲近神 这个动力就越来越 越来越 弱了 这个动力就很少很少 起初信主 还是传福音 但后来他见到 很多基督徒都没有传福音 他说他没有传 我也不传了 他以为这个是对的 因为他信了这个谎言 他跟踪不好的榜 这样的话 他就失去这个动力 但神还是感动他的 当他回到神那里 神还是感动他 神这么奇妙 所以这个神的激励 是这个 这一张 幻灯片 你可以放在记忆里 首先神这样的属性 放在我们里面 然后激励我们 然后 当我们活出这个属性 神的喜悦和祝福了 当你活出神的圣洁 他就很喜悦了 你活出神的喜乐 神就很喜悦 你抓住神的应许 你说 你说一杯凉水 你都纪念 你都想去 所以我知道 我所做的喜悦 我就开心了 我就感谢神了 不是骄傲 不能骄傲 但我是说 我知道你喜悦 我感谢神 我不配的 我们是要这样说的 我不配的 我不是完美的 我所做不是完美 但你会赦免我的罪 我求神赦免 你就赦免我的好行为的罪 有一点 好行为也有罪 什么原因呢 第一 好行为 我们做好行为的时候 有没有尽心爱神 有哪一次 你打告是真的尽心爱神的 你真的尽心爱人吗 你帮助人的时候 你是不是尽心爱人 都不是真的 整个心灵所有力量 而且很多时候 有不耐烦 有不喜欢这个人 觉得这个人 很厌烦 帮来帮去都不改变 有负面的想法 啊 释放真的很困难 神都不帮助我的 神不纪念我的神 我释放这么多 神还让我有病 这样就埋怨神了 这些都是 在里面的负面东西 事封远远 有没有这些负面东西啊 都有 我告诉你 我也会有的 让我尽快处理 但 我问自己 我是不是真的尽心去爱神呢 我觉得我还是做得不够尽心 因为这个尽整个灵魂去爱神 还是我们在地上比较难做到的 真的爱人如今是比较难做到 所以我们都不是完美 但我们求神赦免 我们的好行为上的罪 我们都需要求神赦免的 我们好行为上的罪 神就喜悦赦免我们 并且纪念我们的好行为 就赏赐我们 这个非常非常好 是不是 感谢神啊 我们活出这个属性 神就很喜悦了 而且神也教导 我们怎样将这个属性传给别人 我们有喜乐 帮助人喜乐 神就很开心了 我们将这个喜乐帮助人 这样做的话 神就喜悦和赏赐 所以我们可以感到 说到神怎样改变我们 激励我们改变 也接纳我们 有一点 接纳我们可以加上去 接纳我们 当我们做得不够好 他还是接纳 还是继续地感动 也给我们机会 给我们能力 恩赐 将我们发挥出来 然后当我们发挥的时候 神就喜悦和祝福 神也赐给我们能力 当我们将神的爱 彰显出来的时候 也影响别人 也可以教导别人 有神的爱 神就喜悦这个人了 他就说这个人很好了 好了 讲这个如何的时候 有三方面可以很简单的想到 三方面比较容易记得的 第一 每一方面我们尊重神 都必定有一个拦阻的力量 例如 罪求圣洁 什么拦阻的力量呢 首先很多人以为 很多罪不是罪 他以为讲闲话不是罪 他以为烦恼不是罪 他以为轻抗人不是罪 他以为态度不好不是罪 他以为人做错 我骂他不是罪 就是很多错误的想法 就是拦阻 如果追求圣洁的话 很多人就 没有想到 就是 他们的谎言 里面相信的谎言 我们除掉这些 拦阻的力量 另外 自然就是习惯 享受懒惰 享受 这个需要我们有 创意去思想的 有什么拦阻我们 圣洁 首先我们不知道 罪 什么是罪 凡不是出于信心 就是罪 所以烦恼是罪 所以担心也是罪 然后不能爱神 不能爱人 也是罪 然后这个观念的错误 另外 就是我们有这个犯罪的习惯 这个也是拦阻 因为习惯怎么样了 别人做的不好 马上就骂了 已经习惯了 习惯了很难 很难改的 老公不好 马上就骂了 马上就轻看了 这个就是 这种犯罪的习惯 或者是 他的内心的引力 他的伤害 没有处理好 他的负面想法 没有处理好 他的 对自己的失望 自卑感 没有处理好 其实很多方面 你不能每次讲到 都讲完所有的 这是你 你选择哪方面讲 男主人 活出这个心情 如果去讲到圣洁了 有什么男主人 活出圣洁 如果去 讲到喜乐 有什么男主人 喜乐 有些人以为 喜乐 是太 孩子气的 好像 好像太 像小孩子了 怎么可能笑啊 你 很多记录 我都觉得 如果我 笑 好像 好像太像小孩子了 我是成熟的 传导人 我不能笑的 这是 这个 就是这个 错误 或者是里面 很多的 愤怒 因为想到 很多人都不好 被人伤害 所以里面就 常有很多的 不 烦恼 在里面 捆索 很多捆索 就觉得 对世界都是绝望的 这些男主 第二 怎样 亲近神 得到这个属性 不但是亲近神 怎样 得到这个属性 例如 追求圣洁 我们 亲近神的时候 就会 发觉圣灵 就给我们动力 去追求圣洁 离开罪 再打过手 我们 会 想到犯罪的意念的时候 会觉得 羞愧 觉得不好 觉得 我想离开这个罪 这个就是 圣灵会提醒我们 所以我们讲到 离开罪的时候 就会讲到 在 悔改 在打过手 你会发觉 圣灵在提醒你 不要犯什么罪 怎样罪就圣洁 圣灵在感动 带领 感谢神 神在带领我 这是恩典 神在带领我 讲 如何的时候 也讲 恩典 是神感动我们 是神改变我们 当我们福音神 神就很喜悦了 神就说 这个人追求圣洁 我必定帮助他的 我们就留意 里面有这个动力 我们就欣赏神了 神是我们永恒的教室 也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他在哪里 哪里就有 生命就有力量 就有圣洁流露出来了 这个就是神改变我们的 这个 如果亲近神 如果讲到喜乐 再打高小 觉得轻松一点 轻松一点 我们就更放松了 越放松 平安 平安也是喜乐的开始 很平稳 安静 这是喜乐的开始 然后赞美酒 哈利路亚 慢慢有喜乐涌出来 我们就说 这个正好 神在赐给我喜乐 感谢神 就多亲近神 让这个喜乐涌流出来了 如果是讲到怜悯人 亲近神的时候 可能会想到 某些人没有救恩 或者是某些基督徒 活得很辛苦 我们打高的时候 就为他打高神 怜悯他 他活得很可怜 求神给我智慧 给我动力去帮助他 求全包 就我怜悯他 搞笑 就更有动力了 不能不做 我要去做 这个就是圣灵推动了 立即行事 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迅行 神给我们这个动力 然后感动我们去做 感谢神 不但感动我 有立即 也感动我真的见到他 就开始善待他了 这个就是神的感动了 例如当 刚才我为这个姐妹 祷告 就是很自动的 就有这个动力 我完全没有拦住的力量 我出去有动力 我就说 为了祷告 但我会说 这个是神 在我里面运行 感动我 然后第三 我们需要讲到 这个徐济的行动 什么意思呢 怎样对付罪 我们需要讲 徐济怎样对付罪 首先我们知道 罪的破坏性 罪比癌症更严重 更可怕 破坏性更强 所以我们知道 实际上 有罪的意义 马上知道 这个很有破坏性 我们就憎恨这个罪 在里面祷告 祈神给我力量 然后我选择 去祝福这个人 选择 体恤祂的痛苦 祂的病人伤害 所以祂会伤害我 不需要放在心上 不要紧的 如果最久喜乐 怎样有喜乐 实际上 我们有怎样 可以 感谢神的有水 神窜要有水 没有水的话 我的喉咙会很干 感谢神有弟兄姐妹 感谢神有这个地方 可以祝福 感谢神 感谢神有圣灵的感动 我们就没看到 每一样东西都喜乐 这个是喜乐的秘诀 也是说 我做什么好的事 正宗神神都喜乐 所以我都喜乐了 哈利路亚 这是实际的行动 然后另外 也讲一讲 有人伤害我们 怎样可以有喜乐呢 我们就说 这个人伤害我 因为他曾经受很多伤害 所以他会伤害人 不要紧 我体恤他 他其实是可怜的 我就连续他 我就祝福他 我祝福他的时候 神就很喜悦 神就笑 我就可以开心了 所以虽然被人攻击 我也可以说 他被人攻击 因为不开心 因为他被人伤害 所以他会伤害我 我体恤他 我怜悯他 祝福他 神很喜悦 我也可以开心了 所以这个经历 让我看到 神的恩典 和人的罪性的对比 罪性这么痛苦 神的恩典这么美好 感谢神 我去跟从神 不是跟从罪 我可以脱离罪 我可以感恩 神帮助我 我改变 就开心了 我们需要讲这些实际的方法 从我们的经验 从我们思想 每一个真理 都思想 怎样活出真理 怎样活出喜乐 我们讲到 或者去帮小朋友 也需要告诉他 你看小朋友可不可爱 有可爱的地方 也有不可爱 但小朋友很可爱 是从哪里来的 神创造的 神创造的 我们就开心了 我们就开心了 这是实际的行动 其实这些 我说 有很多可能性去讲的 这个需要我们去 操练去思想 怎样去讲 然后上午 我会用 不同的经文的力气 用这个神性情讲到法 求神帮助我们 阿里路亚 我感谢神 我真的感谢神 去神教导我 神教导我 也是从我的神学院 那里 神安排我去这个神学院 也是很奇妙的 去讲到 分辨 分辨律法和福音 然后我将这个 分辨律法和恩典 这个扩大 然后我就看到 很多人是活在律法之上 我看到恩典的美善 然后我就 起初我也觉得很难讲恩典的 但慢慢 我又要发觉神的恩典 尤其是经历圣灵之后 经历到神的美善 我就说 神真美善 我经历过这个爱 我知道天堂的爱 比这个爱更前很多病 所以我很羡慕神 很羡慕天堂 我很羡慕神的美善 很喜欢神的美善 我越思想 越发觉神的美善 我就越来越发觉神的 神的恩典的伟大 因为你们都 撞这个恩典 那你开口都会有恩典 这个不容易的 我用实际的情况 很多人学这个教导 但他们讲的时候 很容易就说 你要祷告 你要敬见神就有喜乐 他先讲你做什么 然后才有喜乐 但我们可以说 神是喜乐的神 神是常常笑的神 神看到你的 任何改变都就笑的 所以当你敬见他 他就马上这样 喜乐赐给你 不是先讲人做什么 但有些人就是说 你要喜乐 你不要忧愁 你不要担心 你将所有重担交给主 都去讲 应该做什么 他们讲了两上句 神的恩典 神拯救你 神帮助你 神接纳你 就开始讲 要承认尊 大部分都是律法 小部分是恩典 两上句就讲完了 我希望你们明白 神的恩典是各方面的 不但去救恩 每一方面都有的 感谢建復 哈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